明天就要選舉了 我覺得這次2020的選舉 是一個非常對台灣未來很關鍵的 而且非常讓人家容易吵架的選舉 我是大概2003年回來台灣了 以我自己的經驗 我家裡是一個顏色 但是我在外面工作就是它相反的顏色 所以常常會有不同的觀點在我的腦海裡 那我也投過這個顏色的人 也投過另外一個顏色的人 又有一些人跟家庭完全投不同票 所以根本不想要跟家人聊台灣的未來 今天的出發點就是在這裡 今年的選舉在2020年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跟YouTube的演算法 又有扯到一些很有趣的關係 OK,如果你很綠 然後你的朋友很藍 那你們交換手機 你們的home page是完全不一樣的 YouTube會不會讓人家變得越來越笨 或者越來越看不見另外一個角度 之前有跟YouTube的工程師聊過 他說他要在YouTube的演算法 apply一個叫diversification 多樣化 這次的選舉實在是看不太到diversification 在我的home page就是那個顏色的資訊 就是一直support我自己想要的決定 一直support一直support 很難去搜尋一個不同的觀點 衛生紙很醜 你的同溫層可能是這樣子的啊 會討論國際時事的啊 我會去看美國怎麼報導台灣這次的選舉啦 那你的觀點是不是很美國觀點 那是不是也偏了 不能講偏啊,是不同觀點啊 講偏的意思是 就是說有一個正 可是沒有對的答案啊 只有不同的觀點 我覺得同理心是一個技能 就是它是可以被練出來的 不是每人天生就有同理心 大部分的人就咪咪咪咪 很多人被鎖在自己的觀點 很難跳出來經歷別人的世界 你明天我們會頭不一樣的 那我很想了解你的觀點 我覺得我不喜歡 就是很想 東風還沒講完 就是一半就切入自己的意見在裡面 可是這樣跟另外一個台灣人在聊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了解他的看法 了解他的世界 現在的狀況是不管哪一邊 你只要有發聲 然後不認同的人 大部分就會跳出來跟你對戰 導致說我覺得其實會變成就是 談不下去這個問題嘛 那我昨天有看到一篇 不是一篇 就是我一個朋友他PO出來的 我也看不出來要投誰啦 那他是說 不管要投誰 就是投票就是對的啦 就是你去投票 然後選自己的理想的候選人 然後也不要說就是大家是朋友 然後我們的意見不一樣沒有關係 但是去投票 我很喜歡這個看法 對 他說我們意見不一樣我們是朋友 但是你不用跟我講你知道投誰 但是我們去投票 可是你剛剛講那句啊 我覺得我們以後不能當朋友了 對 那怎麼樣對他很好 我覺得很難說 因為你覺得這樣是對他很好 或者我覺得這樣是對他很好 我覺得是每個人的看法 就是我想知道 就想把你的ideology挖出來 思想意識 哪一個人給的牛肉比較吃得下去 哪一種方向會讓台灣的經濟變得更好 我覺得現在好像兩邊都沒有辦法 台灣只有經濟一條路可以選嗎 沒有啊 有很多啊 可是我們現在都陷入這個選擇 沒有啊 是他 你沒有 他說每個人的最重要 可能有一些人最重要是民族 有些人最重要是經濟 你要認識自己 我們應該是頭不一樣的人 這是民主 對 所以我真的想要明白你的觀點 因為我們都會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故事 我沒有認為它會有不同 每個人選擇 人們都會很驚訝 人們都會很驚訝 第一年 或兩年 然後 人們都會開始 恨人 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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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看世界其實非常有限 所以想挑戰大家去了解對方 或者跟你投票不一樣的人的觀點 也許他們很有說服力 也許聽完了 你對自己原本的選擇更有信心 不管怎麼樣 目的只要是深深聽見他的內心觀點 一定會打開自己的世界觀 不管明天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同理心 是每個人該做的功課 明天過後一定會有一批人是很傷心的 大多的內方就覺得很得意 不過 大家都是為自己投射台灣的未來更好 明天出來投票 我們才能真正聽到台灣人的聲音 這次的選舉 美國也在看 大陸也在看 所以我們一定要出來表示自己的看法 他們不只是看誰贏 也在看贏多少 所以大家必須出來讓他們了解台灣人的看法 1月11號是守護台灣最關鍵的一戰 所以大家請出來投票 不過 不管誰贏 禮拜一還是要上班